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果 我们在9月20号到9月24号 准备组织到家呢,到古都洛阳进行游学 若问古今兴肺市,请君只看洛阳城 中国四大古都,长安洛阳,北京南京 洛阳呢,是我们以前就去过一次 而且呢,是稍带手去的,看的不是很仔细 这次呢,我们就在洛阳一地,深度游 带大家呢,把这个洛阳的这个古迹,几乎可以讲 就是一网打尽,比如包括著名的洛阳世博 包括洛阳的古墓博物馆,天子驾六博物馆 包括著名的白马寺,关林,龙门师窟 另外我们还要去到洛阳边上,巩义师窟 和巩义的这个宋代的皇陵 可以讲呢,如果对中国的唐宋时期的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这个洛阳绝对让您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期待在洛阳跟大家相聚 好,那咱们言归正传 学过中学历史的同学都知道 在19世纪后期,中日两国呢 几乎同时在搞变法图强 大清花大力气搞了洋务运动 隔壁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搞得风生水起 在明治维新之前啊 日本看上去是跟当时的大清一样 腐朽落后,毫无希望的东方古国 宛如活化石般的存在 在西方的尖传力炮面前不堪一击 而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在短短几十年脱胎换骨 变成了东亚强国 而当时大清几乎同时的洋务运动 结果却一言难尽 往常进行这些比较的时候呢 大家往往盯着事件本身去看 而忽略了前置条件 换句话讲,我们以为日本和大清 在19世纪之前是一样的 但其实内部有很本质的不同 别的不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 幕府名义上虽然统管全国 但是各地的大明有不少的自主权 这其中九州地区的萨摩藩 绝对值得大书特书 日本幕府几百年闭关锁国 但是萨摩藩却一直保留着 对西方和世界链接的通道 这也让日本上下不至于完全对外隔绝 等到后来日本明治维新真的开始的时候 萨摩藩也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呀,没有幕府时期独立自主的萨摩藩 明治维新就不可能成功 那这当中有哪些故事呢 就是聊聊这个 萨摩藩的历史要从公元17世纪讲起 当时德川家康击败风禅家之后统一日本 并对天下诸侯按照关系亲疏远近进行分封 跟德川家占亲戴故的被分封到了江户附近 跟德川家没什么血缘 但是在官员之战之前就投靠德川家的 也算是有大宫被分封到远一点的地方 最惨的就是跟德川家没毛关系 而且在官员之战前也没有帮助他们的 那就有多远给封多远 在历史典籍中呢 他们就被称为外样大名 萨摩藩就是这最后一类 被封在这里的岛金家前家主 岛金一红一直跟德川家康作对 而他手上强大的兵力 也让德川家康非常忌惮 所以呢德川家康就把岛金一横的儿子 岛金很久封到了这个非常贫困的九州地区 这就是萨摩藩的来历 天下安定之后 德川幕府颁布了海禁政策 禁止海外贸易 但是靠近朝鲜的对马藩和靠近琉球的萨摩藩 被开了俩口子 允许对外贸易 虽然贸易量有严格限制 这也算是给穷乡僻壤的萨摩藩一条活路 只不过呢 对于萨摩藩来说 幕府允许的那点贸易量远远不够 既然合法合规的贸易搞不保肚子 那萨摩藩就只好走私了 走私对象就是琉球甚至大清 对于前者早在岛金一红还活着的时候 萨摩藩就出兵渡海征服了琉球 而对于后者 虽然明清政府都在海禁 但海岸线如此漫长 想完全把贸易禁止是完全不可能的 特别讽刺的一点在于 日本幕府和中国大清朝廷都在搞海禁 而海禁越厉害走私利润就越丰厚 对于幕府来说 萨摩地处偏远 根本不可能一年365天天天盯着他们 所以明知萨摩在走私 也只能争一眼闭一眼 只要萨摩藩听命于幕府不造反就行 就这样萨摩和幕府一直相安无事到18世纪中期 幕府名义上控制日本 而萨摩在偏远地方呢 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样的平衡啊 终于也是被打破了 1753年德川幕府对萨摩藩发出了天下蒲请 也就是征调大明负责领地之外的工程 而且工程费要自理 靠这个呢考验大明的忠诚度 并趁机削弱大明的实力 萨摩藩这样的外样大明自然逃不脱幕府的蒲请 这一次呢 幕府要他们负责治理本州岛 伪农平原上的木增三川分流工程 一开始啊 萨摩藩内部就有人主张不要接受天下蒲请 索性呢 就跟幕府撕破脸 因为自己虽然靠走私贸易攒下了自己一点小金库 但经不住浩大水利工程无底洞的折腾 最终呢 萨摩藩考虑到自己的实力不足以跟幕府抗衡 忍痛选择顺从幕府 结果就是水利工程节节攀升的造架 彻底把萨摩藩拖垮了 当时萨摩藩为了节省开支 都不敢多雇用民夫 只能动用藩内武士尽可能去上工 而幕府严苛的要求 让这些个武士也不堪重负 工程最终完工之后 萨摩藩武士50人为抗议幕府自杀 33人病危而死 整个工程萨摩藩花了40多万两白银 相当于萨摩藩4年的财政总收入 萨摩藩给幕府干活 落了这么个悲惨的下场 从此之后 整个藩里再也没有幕府的同情者了 这次事件被称为保利治水事件 标志着萨摩藩跟幕府的彻底决裂 保利治水让萨摩藩举步维艰 此后藩主和家老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比如建立砂糖专卖制度 剧烈财富 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带着包容的态度 接纳西方的事务 第八代 藩主导金仲豪 设立各种学问研究机构 比如医学馆 研究天文的名史馆等等等等 其中所探讨的学问 就是被称为蓝学的西洋学问 蓝学历史咱们之前讲过 萨摩藩在九州 毗邻允许西洋人上岸的长期 所以岛金仲豪是亲眼见过蓝学 也明白蓝学真的比国内学问 俺家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所以岛金仲豪自己非常热衷于蓝学 甚至精通荷兰语 当时有人管他叫蓝辟大名 在他治下 萨摩藩学蒸蒸日上 相关著作不断涌现 比如医学草药研究的质问本草 农学研究的成形图说等等等等 到他孙子岛金骑宾担任藩主的时候 蓝学就在萨摩藩未然成风 此时大清国鸦片战争 败于英国的消息传来 全日本有识之士大受震撼 想尽办法打听西洋各国的消息 魏元的海国图治 一时在日本洛阳指挥 岛金藩主岛金骑宾 积极应对可能的西方影响 在萨摩藩积极引进西方工业技术 职产星业 很快就在萨摩藩建立了日本历史上 第一个近代工厂群落 其工业涉及到战船 冶金军工 后世称其为集成管事业 与同时任何跟西洋有关系的事物和人 岛金骑宾都会予以特别的关照和保护 比如咱们前面讲的那个约翰万次郎 虽说出身渔民 但人家毕竟去到美国 而且如鸡四可的吸收美国文化 后来真的返回日本之后 要是严格执行幕府的锁国令 这万次郎够死八百回了 但是岛金骑宾给了他庇护 让他在萨摩安心交授英语 万次郎后来也参与了日本最早的蒸汽船设计建造 当然了除了像万次郎这种真正道过西方的 那些没有道过西方 但思想足够开化的武士们也能够得到重视 比如后来在明治维新当中 大放异彩的大九宝利通 西乡龙胜等等 很多年后回顾历史的日本人感慨岛金骑宾的功绩 把他称为木墨似贤猴之首 此后不久呢发生了黑船来航事件 日本被无可避免的裹挟到了世界大事当中 在这样的大变革时代 萨摩藩的态度却非常值得玩味 当时萨摩藩不少投缅人物 坚持主张攘移 跟外国断绝一切往来 这看似是开历史的倒车 但其实呢有自个的小九九在 萨摩历史上能够积累起一点财富 那不就是靠着走私吗 而这样的走私难道不就是 幕府索国令的副产物吗 如果幕府顺应世界潮流 结束索国 这不等于断了萨摩的财路吗 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萨摩藩这个时候高举攘移大旗 其实呢还是为了自己利益 下了一盘大旗而已 嘴上是主意的 心里其实都是生意 这个时候的萨摩藩很有精神 毕竟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西洋学问 跟西方国家过个招 没有问题吧 1863年萨英战争爆发 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态的后果 这次战争 萨摩藩被英国海军打得满地找牙 很快就认清了现实 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强大 超乎想象 如果幕府坚持锁国 那就是大家一块玩完 所以萨摩藩调整策略 联合长州藩一起推翻幕府 促成了明智为新 而这之后明智政府肺帆至线 萨摩末代藩主 岛金中义被封为公爵 萨摩藩呢就走进了历史 单单就促成明智为新 本身而言 萨摩藩在其中居功至伟 正是因为萨摩藩长期保持 和西方世界的沟通交流 所以近代 日本军政界 萨摩藩出身的人特别多 甚至日本海军 基本上就是萨摩藩说了算 就是这个原因 而如果把目光放的长一点 看日本 开眼看世界 可以说萨摩藩就更重要了 如果不是萨摩藩一直跟幕府的不对付 保留着接纳西方的窗口 日本十九世纪面对西方的时候 表现未必会比大清更好 所以说这日本跟大清面对西方之所以有两种表现 归根到底是制度上的差别 日本的制度是封建制 像萨摩藩这样大明有高度的自主权 所以才能给日本保留一点希望 反观大清天下一统 黄泉专制登峰造极 万马其印揪可哀 后来面对西方 从都府到太后皇上 表现如此拙劣 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好了 关于日本萨摩藩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